周伯宇那日料店把这生意片啪啪啪 嘎巴嘎巴给你拿上来抢 随便探真假立宪 以城市命名的餐厅北京厨房 杂仁1355含10%的服务费 日本清酒迷你西红柿78 餐厅名字叫北京厨房 进来之后发现是个粤菜餐厅 这是糖应该是跟化煤一起煮的那个汤 泡了 泡了很长时间 味道就全都泡透了 没有清酒味 没有清酒味 好像化煤味太重了 把清酒味给盖过去 就把它当一个化煤西红柿 这个红的有一点点 骨厨烧乳鸽黄88一支 我们要了两支 看着皮就够脆 皮一掰啪啪就碎了 肉质非常的嫩 我给你们掰一个 网上都流水 选的鸽子比较小 吃着是一点意味都没有 炸制的火候时间 拿捏的还是比较好吃 是我们开路以来最好吃的鸽子了 古厨海鲜生煎包152 看里面有什么 包子38块钱一个可不便宜 袋子 蘑菇 虾仁 来兄弟给你瓶吧 下回就发完了 我都愿意 这是一个甜咸的味儿 里边就像南方吃的肉馅包子似的 甜在甜 盐味就是海鲜本身 就那点海水的那种盐味儿 吃的是海鲜的鲜甜 椒盐海生虾148 虾皮特别的脆 而且虾皮很薄 这个虾选的不错 然后高油温一炸 用白盐炒了炒 很简单 这个虾跟咱普通吃的虾有啥必要的 皮特别薄 你看你炸完以后晶硬剔透了 咱们家那虾炸完之后一看特别红 味道就是虾本身的那个味儿 古厨杏片居蝴蝶斑328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蝴蝶斑 鱼肉腌一下 海粉搓蛋 蘸了一个杏仁片 先过去炸 完事了 鱼肉也够新鲜 淡淡的就那么一点的咸味 没有其他的什么葱姜水味 香料味都没有 就证明它这个肉很新鲜 嚼着只是鱼肉本身鲜甜的那个味道 这要卖300多盘可以大起点 带着头尾 这么大一小盘就稍微亏点了 它这种做法常业吗 茄子也可以这么炸 西红柿也可以 西红柿 开粉搓蛋 下锅炸 椒盐软心豆腐 68 这小李点的 这个很简单 我就不用吃了 这就是盒豆腐 皮蛋豆腐那个 给它切成方斤 搁在一种粉里边一火 火完以后下锅炸 连炒都不用炒 就是这个 表皮是酥脆 那炸的火锅是不是特别难把骨 那可是呗 那只豆腐啊 如果我们越热 它就会出汤了 出不家伙 这是一个火候菜 简不简单得分人 对于我来说这菜挺简单的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挺难的 哈哈 卖多少钱啊 68 贵吗 成本算挺贵的 但是按手一算说得过去 有点技术含量 我们做个总结 仨人 1355 含10%的服务费 1355是钱啊 不是电话啊 其实今天菜呢做的都不错 优势最明显的是那个卤个 他们家贵 但是给人的感觉不商务 每道菜都包含了出师的这种用心的那种想法 周伯比那日料店把这声音片啪啪啪啪 嘎嘎嘎嘎给你拿上来抢 好